居然没有挂中国国旗其他国家都挂了 我今天当着泡补不要去看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撵出来 毕竟一个人在别人地盘还是有点害怕 不过想想背后强大的祖国 我怕什么呢 太冲松了 相随全部过气都聚下了 所有人过气都下架了 不挂中国过气 是绝对不对干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八九 刚各位片头前面看到的 是既前几天有一群小粉红 大闹巴黎的台湾长龙酒店 又有新的小粉红 跑去这家巴黎长龙饭店 一探就近 发现挂不上中国国旗 那就下架全世界的国旗 所以啊 中国又赢了 就不挂中国的国旗 去看一下这家酒店 到底怎么回事 全部都还付 how much one day 他们这里把所有的国旗都拆了 台湾长龙的酒店 他们因为怕把舆论风波闹得太大 所以把所有的国旗都拆了 刚刚前台的工作人员 看到黄种皮肤的人都很紧张 hello hello 我提供你另外一个角度 你思考一下 参考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 汤姆克鲁斯参加完 巴黎的闭幕典礼 之后 把这一届奥运 带到下一届 也就是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 所以这些的巴黎奥运 已经结束了 而长龙饭店 也在结束之后 下架了各国的国旗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呢 而不是中国又赢了两次 当然你听听就好了 这是我的想法 而中央社记者写了一篇报导表示 长龙酒店的公关告知记者 他们秉持着客户至上服务精神 致力于提供宾客 尽善尽美的住宿环境 近期奥林匹克运动会盛事 饭店于大厅内挂相关的布置 未能提供旅客良好的服务体验 深感遗憾 但我上网看 长龙相关企业没有发那个真实声明稿 那也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记者打电话去询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 看似有回答 好像也没有回答 那现在一堆中国企业与小粉红 大喊切断业务来往 抵制入住或搭乘相关长龙饭店与航空 甚至中国多家平台订购网站 通通订不到长龙相关的酒店 全中国平台都给下架了 比如说美团啊 对吧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小粉红的留言 我代表我们公司承诺禁止任何员工 入住长龙旗下饭店 禁止搭乘长龙航空 如果发现立刻解雇 湖南兴旭辉光福科技有限公司 所以我们才可以发现 到底是谁比较独裁 长龙饭店连你们那个公开 他们内部机密的那个中餐店主厨 行政主厨他都没开除了 是吧 然后你们这个宣布 我们家员工只要使用了 任何长龙相关的企业 我通通都要解雇 独裁国家当然有独裁企业嘛 是吧 那个统治阶层的那个逻辑 都是一脉相承的 本人是中国人郑重声明 我死也不会入住这间酒店 长龙酒店 我让你不挂中国国旗 太恶心了吧 长龙饭店记住 我一辈子不会再入住这家饭店了 我代表我们广西地摊文化 饮食地摊承诺 我们员工绝对都不会 去你们相关的企业 如果有发现 立刻解雇 来自甘肃的小粉红说 以后不会住长龙桂冠酒店啊 我代表我个人以后不住长龙酒店啊 来自湖北 来自浙江的 有没有 还有来自哪里 广西山东江苏 哇 非常的非常的多 看完这些流言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加速 抵制 外商 外资 跟去年还有前几年一样 抵制 就是Nike啊 爱迪达啊 苹果 甚至宝马 特斯拉 甚至更早年的麦当劳跟肯德基 你们没有一向真的抵制成功的 就连你们自家的农夫山泉水 到现在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还有啊 中橱梁 这个中共的央器 他卖煤矿油给你们 他也是活得非常良好啊 他也没有被你们全面抵制啊 还是你们小粉有站出来说 全面抵制中橱梁 要国务院出来负责 你们这种话都没有讲 只是默默的说 啊 那我买日本的油好了 那为什么不买中橱梁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那个心惊爆的记者已经不见 不好说 哈哈哈哈 You can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you are positive You can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you're positive 所以中橱梁跟制作 股份的企业通通都不比 这个不挂五星期的企业来的坏是吗 对啦 多抵制外商外企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公布了最新的消息 外商投资中国三个季度 首度出现负成长 那我们放长远来看 也是自1998年以来的 首度负成长的趋势 加把努力啊 现在倒退快30年了 我们来倒退60年 好不好 我们把外商外资都干掉 一定得是中国企业 中国的内资 然后内循环 内经济拉伸中国内需 说句老实话 外商外资干掉多数之后 最惨的不是外商外资 是中国的劳动阶层 现在在中国今年 还是有一些外资 对吧 而离开的外资 占比全中国来说 并没有非常多 才离开这么一小部分 中国的这三年的经济 就已经产成这样 你说未来这些 还留在中国的外资 继续减少投资 减少规模 陆续的撤出中国 那还得了哈 你又减少了一堆工作机会 内卷又更严重了 我问一下 长龙在中国的企业里面 他们雇的是台湾员工 还是中国的员工 哪一个是提供工作比较多的 当然是中国人 我们退十万步来说 你们中国人真的成功 在中国国内把长龙相关的酒店 都给抵制掉了 那失去工作机会 最多的就是你们中国人 管理阶层高层 他是台湾人对吧 他可以调去巴黎 他可以调回台湾 他可以调去马来西亚 是吧 他甚至未来在五年十年 东南亚又蓬勃发展 他可以去那边盖 相关企业 所以退一万步来说 真正痛的是你们 长龙顶多是一个阵痛期 短暂的阵痛期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那你们是十年的阵痛期 所以不要做那种什么 桑迪八百 自损两万这种事情 像我刚刚提到了 东南亚的劳动市场崛起 东南亚的制造也是崛起 而其实中国也有发现这一点 所以他们也把一些 中国相关的企业 外移到越南 因为毕竟两个都是共产体制了嘛 顺便规避欧美对中国自的 制裁关税 而越南其实也在走中共的劳碌 面对外商外资的养套杀 所以今年 2024年 不少的外资也是减少投资规模 甚至撤离了越南 往其他东南亚的地区 或是非洲在移动 那看来越南的蜜月期 比中国来得短 我只能说 绝对要扩大制裁 这样才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 安心去长龙住宿 少了一堆喧哗 闹事 水地土台 不在西烟区里面吸烟的 是非常良好的 这个旅游环境 住宿环境 千万不要把长龙饭店 变成中国跨海渡轮那样可怕的数值 而你们知道更搞笑的是什么吗 刚刚各位不是看到一堆小粉红 在大战美团外卖 下架长龙的留言吗 大战美团外卖 但是在8月12号 有将近一千多位美团 起手 以及民众上街抗议 当然抗议的对象 不是中国共产党 而是社区的保全 以及业务 原因是8月12号 一名王姓外卖员 到西西四季小区送外卖的时候 在跨越绿化带护栏时 不慎把护栏撞倒 那个脚可能半倒就倒下来了 然后保全就叫他下跪道歉 并且没收他的车钥匙 要求外卖员赔偿200块人民币 不是 脚撞倒浮起来就好了 赔200块钱跟下跪这是怎样 这是不是在抖音常见的套路呢 没错吧 抖音影片不是常常拍这种干片吗 动不动就赔钱啊 你赔得起吗 这个臭送外卖 这个臭农民工 你摸了我的车要赔20000块 前几个月在四川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妈妈 不是也是这样吗 一个农民工摸了一下他的车 打了他几巴掌 要他赔钱 然后他说 他因为摸了他的车一下 他的车全部底盘都被刮伤 挡你100也被刮伤 所以 这个农民工 他是金刚狼是吗 所以这个消息被传开之后 一堆民众上街 抗议这栋小区的物业跟保全 在上街的同时 美团外卖 直接把现场声援下跪 这个外卖起手的人 全部封号 你不准点外卖 你也不准接单 直到公安部队到场 打江山 人群散去之后 才解除了相关的封锁 不仅公安到场 特警也到场了 而现在 中国各方平台 也是下架了 一堆维权的直播 当下直播的 很多这个画面 也是直播到一半 就被下架了 美团甚至提供了部分 道场维权的起手 相关的个资给公安 让你们去秋后 想想今年六月份 中共才祭出了一条 关于加强网约 配送员群体 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这些 外卖员啊 外送员啊 配送员啊 爱党爱国 感恩党 听党话 跟党走 而也在各地的外卖集团 成立流动的党支部 虽然我们可以发现 中共的政权啊 还有美团党支部 在人民面对压迫的时候 是站在人民那边 还是站在利益那边 到底谁才是你们要打倒的对象 是那个保全 仅仅只有他而已吗 还是他只是化身于 这种三六九等 中共这种阶层体制下 得到一点点权力 就忽加忽畏的那种人 那种体制呢 是长荣 还是美团 还是中共 今天啊 如果是习近平的儿女 还是邓小平的孙子 华春林的女儿 在街上要有人下跪 你们会不会像今天一样 上街抗议啊 现在一堆中国网友 拿8月9号上映的逆行人生电影 来讽刺8月12号 发生了杭州小居 外卖员下跪事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比图 就可以知道了 逆行人生这部电影 是在讲男主被公司裁员后 在生活的压力之下 选择成为了一名外卖棋手 因此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棋手伙伴 而找回失去的勇气以及信心 那这部电影 其实准备要上映的时候 就已经被一堆中国网友痛骂过了 表示什么呢 你演我们 然后让我们花钱去电影院看美化过的我们 这样合理吗 当然有非常多中国民众上街维权 是好样的没错 但更多的是冷漠 以及享受这个体积带给他们 369等待遇的那些人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多数 哪怕他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干部 甚至是小小的大白 小小的保安 平时被县长市长欺负 被大白上级欺负 被业主欺负 被保安队长欺负 但只要他遇到社会阶层比他更低的人 他逮到机会 他就开始拿着鸡毛当令箭 相信这个状况 你们在疫情期间应该看到不少 觉得自己带了一个什么红弊章 就得到好多好多权利 跟土皇帝一样了 哪怕他今天是一个被欺负的底层 他可以忍受被你欺压 没有关系 我熬个3.5年 等我哪天真的有这个弊章了 等我当上村干部了 换你们要赔偿我被欺负的那十几年 所以我要欺负回来 不管欺负我的人 是不是你们 我就要欺负回去 你们有本事就爬到高位去欺负你们的下一代 所以啊 到底你们的自信 是来自于被欺负的时候 政府会站在你们这边 或者是被政府欺负的时候 会有相对制衡的民意代表 还有人民 甚至国际社会 会站在你们这边 还是你们的自信是来自于 在海外大喊 武统台湾啊 打台湾啊 消灭日本啊 中国最牛逼啊 我要看见五星旗插在巴黎饭店 当我家邻居被政府打江山的时候 我视而不见 还要他别发外网给国家丢脸 为什么政府不打我就打你 肯定是你有问题啊 所以各位粉红们 好好享受这个强大的祖国 带来给你们的福利 跟靠山吧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见 一定要帮我朋友 我是巴黎 下见了 拜